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4月10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刚刚发生过中国留学生用山寨iPhone机换真机 从中获利90万美金的报道 现在又来了个利用Costco退货政策恶意退款 而且当事人还在朋友圈到处发广告招待里 这都什么操作 为了赚钱连最基本的底线都不要了吗 众所周知Costco的服务一向都是很好的 而且退货政策非常强悍 没有时间限制 有网友亲身经历过买了面包机 用了一年坏掉了 然后拿回去Costco问也不问 全额退款了 买了一本玩具书 玩了几天不喜欢了 拿回去退款了 除Costco之外 加拿大还有很多商家的退货货政策都很令人满意 这样的福利本应是让大家珍惜的 但是却有人借此钻空子 做些不正当的勾当 据网友爆料 这群人的具体操作过程是 A到商家买东西 收到货后找B帮忙退款 于是B就发邮件给商家说没收到东西 A接到商家的退款之后再给B分成 也就是说 A免费的买了一件价值不菲的货物不说 还能再额外的得到一笔钱 而B的行为也就相当于收嫌发了封邮件 整个过程中A承担所有风险 这样还不够 B竟然还到处发广告招待里 找风险转嫁对象 据网友爆料 这条黑色链所设计的产品价值不菲 小到数十加币 大到千元以上的各种订单 从公布的退款邮件来看 其中一笔退款订单中包括四只Dial口红 两个Dyson吹风机 两个SK-2面膜 总价共计1749.22加币 邮件显示的订单日期为2019年2月7日 退款日期为2月13日 另一笔退款日期为2月13日中的订单中 有两款海兰之迷护肤品 两款祖马龙香水等 共计2285.71加币 Dial Dyson 海兰之迷 祖马龙等 相信大家肯定都知道 都是护肤彩妆界的名牌大佬 一支Dial口红的价格在300人民币左右 仅一瓶海兰之迷面霜的价格就在1000多人民币 知道是什么概念了吧 有人说他们的这种行为太丢中国人的脸了 有人说他们的这种行为是恶意退款 也有人说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构成诈骗了 在这里只想提醒大家 做人要脚踏实地地挣钱 要挣干净的钱不能为着良心赚钱 金钱本身无好坏 只是拥有它的人是怎样的心态 而人一旦没了良心就失去了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但其实钱与良心可以共存 不要让金钱绑架了自己的良心 在共享经济盛行的今天 只要有一台手机和一部车 你就可以成为一名自雇人士 送餐送快递接送乘客 尤其对于在加拿大的华人 有不少中文平台可以注册 如饭团外卖卡布打车等等 无论是作为消费者还是司机 你完全可以不用懂英文 这对于一些英文并不好的华人来说非常方便 还有不少留学生喜欢用私家车赚点外快 不过一旦碰上了意外可能会得不到赔偿 近日一位加拿大女子在用私家车送餐的途中发生了车祸 令她震惊和意外的是保险公司拒绝赔偿她的损失 她需要自己承担所有费用 据CTV报道 泰亚去年12月时她为了多打一份工 便在手机送餐平台上注册了一个账号 开始在业余时间做送餐员 大概平均一周送几次 在送餐时 泰亚开的都是自己的车 就在今年2月 她送餐时发生了车祸 有人撞了她的车 维修费要8400元 泰亚回忆说 当她向保险公司索赔时 一开始都还算进展顺利 在她的汽车被送去维修期间 保险公司还提供了一辆租车给她开 但就在保险公司发现她用这辆车送餐之后 她的索赔和一系列保障条例都被取消了 她表示 我很诚实地告诉对方在车祸发生时 我是开车去送餐的路上 对方又问我之前是否把这件事告诉保险公司 我回答说没有 我不知道必须向保险公司说这件事 保险公司表示 目前普通的汽车保险条例 不包含为商用或有盈利用途的汽车承报 泰亚表示 当她加入送餐平台的时候 并不知道自己需要购买额外的保险 但送餐平台回复称 这个信息已经写在送餐员的合约里了 该公司发言人表示 送餐员加入该公司后 都是以独立合同工的形式工作 就相当于是自顾 他们必须遵守所有的法律要求 这其中可能也包括需要购买额外的保险 据加拿大保险局的说法 当私家车被用于盈利时 车主必须告知保险公司 现在泰亚必须自己支付这笔近万元的修车费 她表示很后悔加入这个送餐服务 如果早知道是这样 她就不会这么做了 然而在温哥华地区 如果你要用私家车做商用接送顾客 那除了保险问题之外 你可能还要提防警察 因为网约车在温哥华还并不合法 近日有媒体报道 温哥华华人圈子内地下网约车盛行 且有不断发展壮大之势 做这些生意的私家车 许多是宝马等号华车 用的是卡布打车 龙猫家族和优地快车等中文打车平台 要想叫车得用普通话或广东话交流 这样司机才放心乘客不是警察 报道指 BC省府对地下打车服务打击力度 也在逐步加强 截至2月底 省交通厅共发了43份违规罚单 和32份禁令 交通厅透露 目前每天违规最高罚款5000元 新罚通过后 罚款将提高至10万元 而因为目前还是属于地下性质 一旦乘客在乘车的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 可能得不到任何的保障 总之 共享经济为人们带来了很多便利 不过也带来了不少风险 做和做之前都要谨慎 安省一个房东卖了一个18万的房子 买家不满意 告上法庭 最后法庭判赔45万 就因为卖家填写了一个表格 卖家住宅信息表SPLS 上面说保证房屋没问题 业内人士提醒卖房签这个SPLS 一定要谨慎 据《多伦多新报》报道 2014年7月 Aden和Shirley Bowman 从Elma和Shirley Edmond手里购买了 位于白球文小镇旁边的 Brice Bridge 775号Rimman路的房子 Elma和Shirley Edmond是母女 这座房子由Elma的丈夫 于1976年建造的一栋 1200平方英尺的单层建筑 有5间卧室 1间浴室 和一个完整的地下室 销售价格为18万家元 Edmond母女以成交价95%的价格 提供Vender Take Back Mortgage 也就是买家只支付了5%的房价 共计9000元 据介绍 Vender Take Back Mortgage 是一种私人抵押贷款方式 可以理解为 买方以所买房产为抵押 不一次性向卖方支付房款 而是由卖方按比银行低得多的利率 以向买方提供贷款的方式 逐月或逐年收取本金和利息 直到收回所有约定的房款及利息 房屋成交后 Bowman夫妇开始装修 却发现墙体有漏水和发霉痕迹 还有发霉的地板 这比交易房屋买卖双方用的是 同一个地产经纪 Suzan Martinu 经纪没有跟买家谈过 任何房屋质量的问题 协商不成 Bowman夫妇准备上法庭讨个说法 就在Bowman夫妇准备起诉卖家 艾满斯母女和经纪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一个救命文件 SPLS 卖家签了这个文件 在文件中声明 房屋没有美军和露手问题 官司递上法庭 法庭判决 卖家艾满斯母女负有30%的责任 地产经纪Suzan和其他所属经纪公司 负有70%的责任 赔多少呢 买家的一切损失 一共45万0215加币 一位华人地产经纪表示 SPLS这份表格由安省地产协会出版 顾名思义是一份供卖家填写的 代售房屋信息 这份表格在地产交易中 不是必须要填写的 同时表格上的许多问题 卖家如果不清楚 不确定 不愿意 可以选择不做出回答 很多经纪以为这份表格的存在 给自己提供了免责作用 因为只要卖家填写了表格 一旦今后房屋有损坏 一切以卖家当时填写的信息 为追求的理由 对于地下室是否曾经漏水 如果卖家的回答是否 那么以后地下室发生了漏水 经济没有责任 卖家可以根据自己知道的 最大程度的填写这份信息表 而经济必须要把关 要验证卖家所填写的 信息内容的真实性 如果没有 经济的麻烦就来了 从1997年起 全加拿大范围内 SPLS和相似的卖家住房信息表格 所引发的法律诉讼案 大约有200多起 这意味着以后所有SPRS里面 卖家填写的内容 经济们要一一查证 否则经济们可能会面临 非常严重的责罚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 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